解释第十二章 第十二节 所以 朱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又和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地吓到你们那里去了 好了 我相信大家现在理解了这个布局之后 就会明白其实实弹他的布局 是用了二千年去布局最后三年半的 最后三年半他将会好像万皇之王那样 被这个地球里面的精英迎接他 地球甚至设立了一些系统 是预备这些所谓外星人来接管的 换句话说他们是预备了 无论是科技、每一样东西 就算是我们的手提电话 甚至是未来的贴士、经济系统 根本就是过去一直预备这三年半里 被撒旦去接管 但很可惜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精英 他们会看书、历史文物 但就不看圣经 所以根本就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会发生 实际上你会看到如果我们不是这个时代 由我们教他们解释《啟述》第十二章 你想想有多少基徒会知道我现在所说的 或者突然一觉醒来醒悟 原来不怪,看撒旦搞这么多 因为原来那时候是他被逼被摔下来的情况下 他不想走到来做乞业 在这个地上被别人过街老鼠 所以他就做了这一样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你会看到原来他落到来这个地上 他只是在这个空间 我们所说的这个三角度里面 到时只是另一种生物 他都会受伤的 对不对? 他不是不死的 在那个情况下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当然来到的时候 希望是统治 不是希望被人到处去和他们死过 对他来说 无论是对于他有没有亏损也好 但起码他就不能够统治这个地球 或者成为他一向希望能够统治人类的美梦 但是 如果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我说的处境 什么处境呢? 就是为什么地上的人会被迷惑 因为如果以过去教会戒对圣经的一知半解 当如我所说 他们完全想不到这个阴谋 完全想不到有这个布局 神的布局也是这样 撒旦又竟然有这个布局 他们跟着UFO来 然后很多人会避体 他们又说被UFO拐 他们拿着圣经怎么解答 现在跟着发生的事情 明白吗? 根本跟他们过去几百年的历史 在浸信会宣导会所说的传统信仰 这些原来是嗨嗦的信仰 不是真的 只是付出一点点 是精神寄托来的 神有没有也不知道 他很抽象 可能好像风飘下飘下 但是现在突然有实质的UFO下来 全部是架着飞碟降临的 明白吗? 他们全部好像停泊在地球的地面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不是停泊 他只不过已经没有了这个制空权 他没有了这个属于二重天的宇宙的制空权 神将他们完全收回撒旦的这个权柄 既然他这样做 所以你现在就明白 上上一天问 撒旦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撒旦做这么多事情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是被逼的 现在你就知道了 按着启述所说 其实原来我去到世界最后七年大灾难里面 撒旦的控制力是会不断削弱 神对他的审判是越来越大的 神是一步步中撒旦的能力削弱 但是撒旦也是因为知道他的能力将会被削弱 他知道他将会时候不多 所以他就气沖沖气沸沸地到这个地上 绝对的时间是否可能是2012月21日呢? 我觉得不是百分之百是那天 因为很明显然 撒旦在那个日期也有参差的 如果不是这一纸经文去记载 撒旦也好像很闯绝 或者比我们想想中更早 或者比我们想想中更迟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撒旦也不是很准确计到那个日期 但是那个日期到了之后 撒旦如果不是这个日期作部署的话 那撒旦在神审判之前明明连翻身也没有 他最后在地上可以说 他一直在侮辱去糟蹋人类 就是战争各样东西去统治人类 但是现在他不想反转给人类拆穿他的西洋镜 去对付他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部署 他这2000年的部署是处心积累 是导致当他的威力 当他穿越时空的这些能力是被剥夺了的时候 他来到这个地球上是遇到所有地球精英的迎接的 你知不知道 但你记住 这些精英是真是傻了的 到时他迎接一个根本就是一个失事甲盲 明白吗 反而他迷惑他们之前的一千多百年 还可以帮他们做些事 但是当撒旦被神剥夺了制空权之后 其实撒旦是完全没有利用价值的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看到在13章之后 其实这个龙和这个兽互相都在争扎 互相都在争扎 你会发觉这个兽互会争扎这个妇人 原因就是他们彼此利用 彼此欺骗 到最后他们慢慢会穿崩 知道事实的 但是如我所说 试问很多我们所谓的AR基督教 究竟他们到时面对这个情况下 那么高科技 已经飞碟降下来 已经来到这个地球 那你怎能不能不承认 那些所谓牧师 他们一定会把这件事囊括 埋入他们的所谓神学里面 原来我们圣经所说的耶和华 其实就是飞碟来的 他坐飞碟来的 就是UFO 我们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实验室 一个农场 全地球都只不过像动物园 被UFO做实验 将DNA放在地球上 使我们如何自生自灭 现在他回来成为我们的主人 那些基督徒 真是食谱不化 完全都不知道这件事件 还以为是什么被提 都不知道现在 UFO降落在这个地上 还有什么其他解释 他们真的由宇宙而来 现在他们在指定的时间 按照精英所说 来到这个地上 接收了这个地球 我们将要进入新纪元 我们会采用他的科技 变成另一个文作 你看看不单 这个我们所说的 这个降落来的 欧洲共体的总负责人出现 并且UFO的其他军队 都出现在我们的大气层 对不对 那我们不信都不行 明白吗 这些所谓艾亚牧师 他会尝试用自己的妙小 自己的无知 他尽初扭曲圣经 去适合到时的人的耳朵 但是问题是 那些当然 另一班人 完全不知道 但仍然相信圣经 他肯定不明白 现在为什么发生什么 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神 他一直所相信的神 是真实的 直至他听到一套讯息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套讯息 直至他听到一些人解说 是全面将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个布局 启述第十二章 这个布局 他说回他们 他们能够解通 明白吗 这班人 就如我所说的 突然间才愚梦初醒 但是普遍来说 你会看到 撒旦有一班人会迎接他的 局面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启述这种情况会发生 为什么最后撒旦 是会统治到世界 还有人又 为什么会被他统治呢 原因就是 如我所说 原因就是 撒旦一早知道一个剧情 其实他宁愿河水不返井水 他宁愿都 不想理你 但问题他知道 在人类历史当中 最后结束的三年半 他最后会有这个现象 OK 但你仍然会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多次一句 都明知只有三年半 其实这个 临死之前的挣扎 是每个人都会做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即是换句话说 你看到一些人患了癌症 当然有些人放弃 但有些人会挣扎到最后一秒 你知道有些人是会在海里雨滥 是吧 你发觉 但仍然有人会去拿着木板 在那继续踢水 希望有人救到他 是吧 你踢水 你最多踢三天 那你浸死 为什么踢这三天 这样 是吧 等于 那你要看到 就来浸死人 他不会理你 他能够透到最后一口气 那些希望透到 因为死亡实在太辛苦 实在太恐怖 所以自己没有自由 面对黑暗是很恐怖 你想想 撒旦如果他要挣扎的话 他有很多三年半的时间 为什么他不挣扎 是吧 所以其实撒旦有历史来 神已经在布局 当人类堕落之后 神已经布了局 撒旦一定会向这个方向走 但是他向这个方向走 就好像等于一个沉船的人 继续踢水一样 所以大家从一开始 人类历史要知道倒数的时候 他就已经预备过 最后踢水的三年半 所以这里就清楚表达了 这种感受给你听 他说 只是地狱可有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的 吓到里门哪里去了 所以你要看到这一节的经文 就说到 从这个概念去给我们理解了 其实根本连撒旦最后三年半做的所有事情 根本就是因为 是怎样 是顺着神的布局底下 他是死累求生底下的一个延续 他一定会向这个方向走 而实际上当你理解这一节 你才理解第十三章之后 所有关于兽和人类之间的关系 他为什么会无端端明明在耳从天 河水不繁井 所以为什么走到来搞我们 又统治我们 然后最后又要明知死 你都要做 其实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就理解到 而并且可以更加理解 有苦人和其他儿女 为什么这么惨 面对这么多问题 之前以前都没有那么多迫白 为什么撒旦会又会落到这个地上 而并且落到这个地上 就开始逼他们 因为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他有仇报仇 你搞到我这样 我来对付你的儿女 当然撒旦也没有想过 这个就是神打虫 这些人开始 利用撒旦成为我们的士金石 成为我们锻炼的红脑 就如我所说 当撒旦跌倒下来之后 他所给的迫白 是导致这些妇人和其他儿女 都能够超频成长的 而并且最重要的就是 让他们醒觉 世界上今天有一套讯息 他说给他们听他们的处境 以及应该是怎么做的 解说第十二章 第十二节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 里面都快乐吧 至是地月海有和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冲冲吓到里面那里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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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